还一过去就没了,看到没 你看,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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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看,红的 哇,红的 那么看一下这个石头 百米树井下的地宫堡里中 藏着太多不为人知的奥秘 这里真的有一部石墙 当我们通过专业设备进入树井之下 不仅发现了大量人为遗迹 艰难爬过狭小的洞岛 突然出现更大的天窗树井 这大概有个两百米的高度 还在一处风度的石墙内发现了不敏热源 每当有人靠近就会神奇消失 它一过去就没了,看到没 一旦离开又会突然出现 你看,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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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看,红的 哇,红的 难道石墙背后封印着一头凶残的巨兽 这里有个洞道 看到了一点 跑哥 救我 出不来了 其实我比你更想知道它究竟是什么 到底要不要拆开石墙一探究竟 跑哥在那里用热成像看 在这里有东西 那拆开看一下 有个啥 拆了 你今天是不是没吃药哦 手里面,我们现在在中缅边境 下到这个湖井啊 里面有城堡 是从来没有人去过的一个地方 据说这个下面是有莽首 所以说我们富外大队全部人骂了极齐嘛 就是为了下去撑这个莽首 可能今天有一场大战了 下不下,福利 我不敢下Q 爬得你自己里面 你看到莽首了 啊 莽首有好大 有这么好处一颗 怎么处的莽首 对啊 丢个石头 测一下有多深啊 哇 这个太深了 太高 不下 小心有蛇啊 好嘞 阿智下面有什么 城堡 有城堡 很大的城堡吗 对对对对 你看在这个地上呢 存在很多这种红色的菌 像那个木耳一样啊 但是它是红色的 云南的朋友 请告诉我这个能吃吗 他们都说胆子大了 走前面 今天胆子大了 走后面 给他们垫底啊 要是后面有个莽首来的话 我就给他们按住 走前面的都是大胖子嘛 它吃饱了 哦 我们瘦 瘦的话 下去它就不用吃了 安全 有道理 跑哥说的很有道理啊 所以说我为了不被莽首吃的话 我还是走最好 在树井东米边上 还有很多这种药材 这里还有一株蓝草 很大一颗 其他的人都在陆陆续续的下降啊 我们今天是 八个人一起 探索这个古堡处境 人家都说小白对什么药材都认识 估计这个他真的不认识啊 只有中缅边境的地方才会长这种草 从上面下来已经用了五十米的绳子 然后我们在这里搬了一条绳子 搬了一条黑色的绳子 接着继续下降啊 在这里还有下去大概五十米才能到这个坑底的位置 跑高下面有什么 陈墙 有陈墙 下来一百多米还有陈墙 这又绝对是人都委屈的吧 都是自然他上去的 哇 那个去 这人怎么下来的 而且看了 这里还是一个门 看了呗 哦 这就太神奇了 在坑底刨哥的那个位置啊有一堵石墙 他现在所站的那个位置就是一个石门石门的入口 他应该是一个地下树井的城堡 迫不及了 等一下就一堵增容了 看来他们说地下有城堡是真实的 真的有地下城堡 通过一百多米的神将终于来到了这个树井的底部 这样看上去是一个椭圆形的一个坑口 哇 这里真的有一堵石墙 看这个地方 到里面更直观了 哇 这明显确实是人温柳气的 现在我们要从这到石门的边上 沦江下去 就这里呢就是明显人温柳气的一个石墙 但是这里啊 常年的积水冲刷 导致了这个石墙不是特别的明显 那这里呢就更明显一些啊 然后坑口呢是向里面走的 从这个洞到进来 然后在这边 我的脚下也是人温柳气的啊 这种 墙的石砍子 古代有人在里面生活过的地方 有什么好吃的 在这个位置应该是一个消水洞道 他的主洞道呢朝这边走了 包括我脚下的这些位置 都是人温柳气的一些地方 从这里过来都是有三四个 三四段的石砍子去的 你看这这里还发现了一个古代的碗 啊 古代的碗你看 这底下怎么会有碗呢 这是水冲进来的吗 这是个桃棍 这是个碗底 在这里有一个桃棍 别跑过来 快来 这里发现了一个钱 古币 这还有钱 你看 抽钱看看 拿不起来了吧 想个办法 那个碗块 瞧瞧瞧 别搞坏了 这是一个树种子 这是一个树种子 一个树种子 果实 断了 可惜了吧 扛锡 扛锡 扛锡的呀 断掉了 看 这里有一个小洞 现在我们要很低的爬进去 这个包还不好爬 要不然要爬在那边去 进去了 进去了 出来了 好一点 我又进去了 我又出来了 这个地方有流水 然后我们要从这个洞道 这样装过去 看这个洞道非常的低 这个位置就太好多了 我怕 好棒的 好 放一下 放一下 左右都有洞道 从这边进去了 跑过来说我还伸得很大 我进去看一下 是他水流方向是他这边走的 这完全是沙滩 这下面埋伸了很多这种阴晴木 你在这爬过去吗 还深吗 这个位置来 就完全爬过去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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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然后这边冻到了 全是一种河暖石 有个人说以前这里就是一条地下暗河 我们沿着这个河道 继续向前探索 在这个地方又出现了一个很小的洞道 我们接着往前面走 从我身后的这个地方过来 相当于像一个涌道 这边一直过来 弯子得有 弯子得有 你说有什么 我们从这边的小洞道过来之后 在这边抬头 看上方 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天窗 大概有个200米的高度 在这个下面发现了人为累气的石墙 但是被这个 种入石上面的碳酸盖 把这个石墙完全沾合到一起了 为什么在这里累起了一个石墙 后面有个洞道吗 对 这边有个洞吗 看上去很像是一个洞 感觉这里面有个洞道 我丢个石墙 看一下 这里面有点新的 还有点新的 我有点怕呀 他怎么 你是孟大胆 他怎么 他搞吧 之前都说我是孟大胆 他得搞进去 管球不起 进不去呀 看上去 看到来了 跑哥 救我 出不来了 哎呦 这个洞很小 但是我尝试了一下 跑不进去 我刚刚就卡在那里了 赶紧跑了 万一里面有个猛兽 不得了 这这里也有个小石墙 哇 下来这摩山里面 还有一个小石墙 太厉害了 看 你一过来 它又有了 看里面 对啊 你看 这个热枕像上面看到 有一个 红的地方 对啊 就是那烘土对的那地方 让菩提过去 当一个那个啥 你看嘛 菩提你过去看一下 现在让菩提过去 到那个位置 它一过去就没了 看看没 它一过去就没了 看到没 一过去就没了 啊 看 推后有了 有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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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 红的 哇 红的 哎 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 哎 没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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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它一过去就没了 你扒一下石头 把石头扒开看看 太奇怪了吧 这个 啊 咱们拆一下这个石头 你看 你看现在 菩提过去 它也是没有了 你往后退 看还有没有 看 又来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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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 哇 真的奇怪 这个土堆里面 赶 你走 你走过去就没了 快过来 快过来 不要搞了 就在这个人为 累气的这个石口里面 应该是埋藏了一个东西 我们用热线感应的时候 它里面发出热量 会不会是在这些缝隙里面 有东西吗 没有东西啊 你没看到什么东西啊 在这里面吗 嗯 在那里面 跑过去那里用热纹像看 在这里有东西 这里 然后呢 拆开看一下 有个啥 拆了 里面有个啥 老子就不相信了 有个啥 你给我出来 玩靠 快跑